每一年我们一定要请他 为什么 跟上人跟这么久 故事这么多 永远不可能说完 永远有新故事 有旧法新知 这就是我们空中引路人 今天的生育好人间 在这一个文宣到底谁写的 慈孕师姐写的 感恩慈孕师姐撰稿 我出生在云林县包中县 龙岩国小 国小时常被老师叫去参加演讲比赛 每战必败 没得过奖 却又美败必战 也许老师早知道 我将来要常讲话 常上台 让我多练习 放着等 这一生中有两个工作 做电台节目和做慈季 后来两者合一 再好不过 我家师兄常说 慈季头很适合我 大爱感恩科技也很适合我 做慈季最适合我了 看来这一生一世 就是要跟做慈季的 与上人有约 希望生生世世 为佛教为慈季感恩 您爱听 大爱网路电台 他自己写的文笔 有没有很感动 慈云师姐 从小就参加比赛 但是让我们很压抑 原来是 是他 每参加 每战必败 可是 有什么关系呢 慈云师姐 我也常参加 我没有必败 我有得奖 但是 我目前 就没有 不如你啊 至少我老公 就觉得我声音 没有你好 每次都说 要跟你学习 但是这怎么 是学得来的呢 每边是 台北的建林师兄 感恩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慈云师姐 多么感动 不同时间 有感动 甚至中间 我们七岁生日 他不是特别写 善效应给我 他是在群组里面 写出来这些 我们都把它 传到群组 爱在心里口要开 他是典范 再看 左边这个 教练会三十 我主持 我结束以后 收到了慈云师姐 跟足其师姐 直接的祝福 慈云师姐说 我都有在云端 参与庆典 还结了一个图 好感动啊 最佳主持人 赞 我就回应 感恩慈云师姐的 没有赞 你是前辈 是专业 我还有很多 努力的空间 即便是这样子 你愿意像 慈云师姐这样子吗 看到人家 后生晚辈 一点点好 就给他 满满的祝福 慈云师姐 做到了 感恩慈云师姐 慈云师姐 出现在这里 这是昨天 所以一定要 跟紧慈云的脉动 我马上跟佳蓁讲 结果佳蓁说 给慈云 我说我给他惊喜的脉脉 看一下 2005年9月1号 大爱网路电台开播 八个不同形态的节目内容 以知识性 科学性 及人文性为出发 希望打造最具可听性 趣味性 现代感的网路电台 播出电视 是一个live的新闻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 我们在这个播出广播的一个live的节目 让全世界在不同地方播出的媒体 在同一个地方让他发出讯息 带给大家一个比较优质 美好生活的一个新形态的节目 那当然也保留了两条的慈祭线 让您轻松听见慈祭的世界观 不受时间限制 每天不打烊 24小时听大爱 历史上的今天即将在明天9月1日 这个重要的日子 开始每天大爱新闻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单元 9月1号这一天就是这一辙了 所以我们先读为快 昨天的志工长会 嘉珍马上讲 我马上就跟她要资料 慈祕师姐跟她要资料 结果嘉珍说 我已经没办法再寄给你 因为已经超过一天一击的一个限量 所以我就跟慈祕师姐讲 然后我跟嘉珍说 嘉珍我是要给慈祕师姐惊喜的 现在不用惊喜的 我直接跟她要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凡走过必留下足迹 并撒播爱的种子 慈祕师姐撒播爱的种子 更是满满满满满满 无论在土耳其这边 好我们简单的看过 无论是在土耳其这边 或者是在我们的大爱网路电台 这一个部分带着广播组 他们都是非常感恩慈祕师姐的一个带领 那慈祕师姐基本很值深的 可是呢 基层的比如说像现在画面上是一个属于培训的部分 他还是去担任这样的主持 只要他在就是让大家安心 他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慈祭大藏经的资料库好不好 所以因为他够好够优秀 但是又够认真够努力 即便到现在他还是保有很多的一个能量 所以很多人就会邀约慈祕师姐说 慈祕师姐来帮我们主持好吗 帮我们主持之外 是不是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主持人该有的部分 那主持人你看这个部分其实在广州 有多年主持经验的广播部经理慈祕 也是从不会学到会 他的分享很受用 即使呢三五分钟都是可以把一件事情给讲清楚 有内容言之有物 而且是有品味把这个层次给提高 好所以现在我们要透过通关密语一起来遇见 我心目中而向你喜欢的慈祕师姐 我老公叫我一定要学这个人的声音 怎么学得起来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慈祕师姐好 好感恩美语师姐 谢谢感恩大家 感恩 我现在先把我的简报给叫出来 好的没问题 真是开心遇见您 您实在是太用心了 非常的信心用心 我昨天真的跟家蓁说 糟糕了 我要给慈祕师姐惊喜的 结果竟然我要跟慈祕师姐要资料 OK谢谢 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声韵人间 我进来慈祭34年 做大爱广播电台节目了33年 最近都会有人传早期的照片给我 像这个是彭志超师兄 他就传给我 在1991年我随时在屏东分会的时候 上人就要我上台 他要比一下 我们的法船跟中国节 这个距离要一个指头 这是最正确的 这个别法船的地方 我也非常感恩 因为这张照片我已经忘了 那么在不久 金社的德晋师傅就传给我这张 这是在1994年在台北的荣兴花园举办了 话说亲情三代同堂的写生活动 看到我看到林亚美世界 陈梅易老师还有张军祥师兄 又把我拉回了当时的记忆 那么这张是因为在2018年底 有机会到土耳其去 就在我们的慈祭马纳海学校 颁这个文具用品 给叙利亚的孩童 于智诚师兄拍的 那么高雄的周信红师兄 帮我做了这个祈祷的海报 我看到了也是很感恩 所以我们只要看图片说故事 就可以串联出此际的历史 也串联出自己的足迹 凡留下足迹必走过 因为凡走过不一定留下足迹 所以现在看到以前的照片都好欢喜 如果您手边也有我早期的年轻的那些照片 也可以跟我来分享 那么今天第一个子题 跟大家谈到的是上人期许 说好人要多做好事 好话要多说 有没有注意到 上人最近都要我们口说好话 听起来好像很稀松平常 可是它的确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在讲慈祭的时候 如果都能够讲得清楚 在讲都能够表达正确 史料都讲对的话 那么让人对慈祭肯定 对佛法仰慕 的确是可以接引人度人的 所以每一次讲 如果都讲得很吸引人 那大家就会很爱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在3月9号人间菩提上来说 不一定要出家辟度才可以当法师 我们请殷空帮忙播放这个 好事大家做 好人好事若不肯做 那这天下没好事 好话若不肯说 若听起来就没道理好说 所以人人就有法道公道理 人人可说法 大家人都可以说法 人人都可成为法师 所以不要轻视自己 菩萨们 俗佛一定愿人人做菩萨 愿人人人 人人都可以当说法的法师 那么我最近在这一年来 做一个主持经验的传承 就是在自选台北中生学习中心 在7月份的慈激月刊 5月1号上人的那里足迹 就写到说 这个社会推广的教育 会取名叫做自选 那就是无量益经里头 大家很熟悉的这16个字 晋级清诚自选须末 手之不动100千节 所以慈激所办的社会教育 去推广这个课要跟慈激 跟社会还有人间世事都有关 我们在全台湾有16个点 你的内容相当的丰富多元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除了做慈激之外 也会在这边 就是让自己终身学习不会变老 那么我开的班就是 主持人跟口语表达班 我们都知道说慈激的活动 那么的多 担任一位思宜 因为他是一个活动的灵魂人物 那么表达的言简意 你该抓重点 因为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串长 所以有必要来做一个经验的传承 为慈激培养人才 就是传上人的话 因为这样子呢 如果每一位的思宜都能够讲得很好的话 大家就会喜欢来参加 那一个礼拜开两堂课 就是礼拜三的下午2点到4点 礼拜四是晚上7点到9点 总共有10堂课20小时 那我们说呢 要当一位为活动加分的主持人 当然要有条件的 自己一定要很努力很用心 要有这份的热情 永远不减 要有正能量 讲话能够抓住重点 你的前言 月少要讲什么 你的结语 你当然要很仔细听 而且要把话说清楚 表达正确 少讲一句话就没有讲清楚 多说一句话可能就是假讲的 这样举几个例子 跟大家来讲 比方说我们秘书长的先生 他的这个追思音乐会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在台北慈激医院举办 幸好我是从新店静思堂走过去 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因为要扫描这个疫情 还要换鞋带 那我就请问工作人员 我说今天是什么活动 他说就我们那个秘书的先生 那我就懂了 我说师兄这个要讲追思音乐会 你少了追思这两个字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少讲了一句话就不够清楚 再来我们看到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马铃薯一半削皮放锅子煮 你会怎么做呢 来我们请殷控帮忙放这个影片 这个先生看到太太在忙 他说我能帮你吗 他说好啊 把那个马铃薯一半削皮 放在锅子里煮 等到这个太太忙完了 把锅盖一掀 昏倒了 我们女生是绝对不会这样子煮 对不对 你要不然就全部削 你要不然就不要削 你怎么会削一半呢 那个削一半的 他里面的淀粉都流出来了嘛 但是你不能骂他 你骂他他马上跟你讲 你自己告诉我 一半削皮放在锅子里煮 是不是 我就马上看到显著的差别了 那么另外 所以我在下课的时候 我就请问我们的师兄 的确有人是这样想的 我说还真有这一回事 所以话真的是要讲清楚 有一次我到社区的读书班 去导读我们词记的故事 就是那几本 静思上护心灵点灯 那么我就讲到 孰亲是一生一世 发亲是生生世世 所以红尘发亲情更长 那么最后有知心相期 我就随便找了一桌坐了下来 因为第一次来参加的女士 她就问我说 如果我回家跟我的兄弟姐妹们说 孰亲是一生一世 把亲才是生生世世 他们会这么想 我说你当然不能这样子跟他们讲 你要你多了解佛法 你的家人也要了解佛法 他们才会知道这句话是在说什么 我说幸好我跟你坐同一桌 也幸好你自己问了 那从此以后就让我学到说 这个跟慈禁人讲话 跟外面的讲话那不一样 我们要看这个人 看这个时间这样子 所以以后我讲话就要讲得更清楚了 因为有经验了 还有像强大陶师姐 或有一些师兄师姐在分享的时候 都会讲说 我以前每天早上都听 明本电台慈韵的节目 人家以为慈韵在明本电台上班 就是少讲了什么 明本电台慈禧世界节目 因为我们是节目做好了 送到电台去 送到各家电台慈韵没有在那边上班 那在慈禧圈 如果人家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都会说我做广播 那大家就很清楚 有一次跟美国的一位远房亲戚 他就问我说 慈云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做广播 他听不懂 我才知道我不能这样讲 他会以为说百货公司在即将打烊的时候 就会广播说 各位亲爱的贵宾 今天我们的营业时间到晚上九点半 以为是那个广播 所以从此以后我都会讲清楚 我就是做这个大爱台的广播 我们在电台有节目 那么当一位思宜主持人 当然是要读慈记书 而且要及时通 要跟进上门的脚步 知道慈记最新的训练 所以我们有很多资源 大爱台 大爱广播 慈记月刊等等好多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读书 读书 再读书 你大量的阅读 你的脑中的资料铺就很丰沛 你想讲的时候就把它叫出来 叫出来 就会有很多的资料可以讲 那么第三个 这个子题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说 你在主持人在看 每一次都要有新的内容 一次比一次进步 百分之一也要 因为你在主持人在看 最近商人经常提到的三件事是什么呢 归纳起来就是如素 疫情这三年多来上人是天天讲 每一场都讲 天天讲 还要比那个核心 有没有 核心 最近还比了一个重 就是三个人 大家要核心 要人要多 我们要做的事情才会做得起来 还有时间 分秒每一天都把我们的生命给带走 过一天就是少一天 不单单是上人感觉到这个时间的紧迫 我相信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是 那说到这个如素 当然是要明白道理 所以上他都有不断有新的画出来 到底你三餐每一餐吃进去的每一口 是造福造货呢 相当的重要 我们唯有不吃动物的肉 不杀动物就不会有人养 好那就像八分饱两分助人好 在吃东西的时候 也是上人经常讲 这句话其实耳熟能详 但是有没有做到呢 就像我们非洲的家人 他们在大爱农场 做种这个蔬菜 他们也并不是自己吃 不求自己的安乐 他们还会跟别人来分享 那么这一段的影片上人就是要谈到说 就是不忍心苦难天下的众生那么的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众人和合 人要多 这段的影片 我们的心脑里 不忍 不忍心 我们要如何来帮助 所以需要时间 需要人力 时间 人力 要众心合合 合起来 人要多 不只是一个人 一个人 这样 是还不够 这样 还不够 要 这样 这样 让人 咬起来 这样 大家 口口相传 好心 好话 引导好人 好人 所以上人最近都一直告诉我们这三好 那么对于时间 有一次我就听到大爱台何敬明师兄讲到 说上人觉得一天86400秒 我如何知道现在过了几秒 所以他们就去做了这样子 左边还有边32081加54319 加起来绝对是86400秒 那中间的8点54分就是现在的时间 那上人又说我如果跟这个访客谈了有多久 我怎么知道中间这17分就是了 然后所以上人对时间 实在是这个分秒这样子过去非常有感 那么一天86400秒大家也会觉得还好多 有一个8万 1440分呢 也觉得1000多分好像好多 如果把它分成了4个6小时的段落 那就比较有感 所以这也是上人呢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激励我们 然后时间真的很宝贵 不要浪费 我们在云端随时的时候呢 每次到了黄昏6点 上人就说 今天已经过了四分之三天了 剩下四分之一天了 无非呢 就是告诉我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再也回不来了 那最近上人也经常谈到在时钟上面 上人的桌前有这个时钟上面有一只的小蚂蚁 他在攀爬虚弥山 这个小蚂蚁还要让他往上 有时候会觉得他怎么不动啊 那这个呢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奇免嘛 就是攀爬虚弥山 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啊 那上人的桌前呢 有一个世界的地图啦 每次都说啦 我那两只咖咧 那我们的阴空就会赶快找出这一张来 让大家看到哦 这两只咖上面写的是 就是唯无知足知足常乐啊 就是呢 一定要知足就常乐就可以来来帮助人啊 那上人在推述劝速啊 也是不断有这个新的话出现啊 所以我就有注意到哦 一开始都说 今世的灾难已经临头 今世的觉悟要抬头 仰头向天求唱鬼 低头向地道感恩 所以大家都能够讲得出来了嘛 那大灾教育实事伟大 刚开始还有人问说 是哪一个灾 是旧灾的灾吗 这才知道是这个大灾的灾哦 那么又有人说呢 那动物啦 你都没有吃它那么多 那最后怎么办 可能满街通通是动物啦 不要担心啦 上人说呢 让它自然生自然死嘛 它是因为业力的招感 才会呢 堕落到畜生到啊 那有人说呢 我是去买的 那人家已经杀好的 那上人就说 因为有人要吃 就有人养 就有人去杀 这是帮杀 帮杀呢 那也很可怕 对不对 那预奖呢 就越严重了啦 每吃一块肉 就像在动物身上 撕一块血肉 那个样子很丑陋 上人说呢 真厉重啊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吃素啦 不要吃欠债餐 所以呢 从一开始这样三年来 上人就不断有新的话来讲 那我们担任一位 司宜跟主持人的话 也是要跟进 这个上人的脚步这样子嘛 也同样要讲新的话 那又比如啦 最近就讲说啦 都求子求孙喔 但是呢 坐月子的时候 每天吃一只麻油鸡 整个月都在杀生 这就是丁度 既然呢 有了子孙 生孙很高兴 就要赶快帮助人 布施 那这才是政府啦 贼福这样啦 那我们呢 当一位司宜主持人的话 当然要事前做功课啊 就要找很多相关的资料啦 比方说这个活动 这个讲师 还是这堂课啦 其实我们的资料最多了 比如说全球资讯网 全球社区网 精进资源网 数位点藏资源网 你Google啊 在大海台月刊 大海广播也都有很多的影片访问啊 都是可以运用的 只怕因为你平常 如果都没有看没有听的话 你怎么知道这些资料在哪里呢 那因为你看过碰到了事情你就会知道好像是哪一天的这个大海广播有播 还有哪一期的词记 那先生说法呢 有的是在讲如素 有的讲反黑为白的 有的讲家庭问题 有的讲亲子问题 不管你怎么分类 不一定要按照别人的方法 你有你自己的方法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你要找得到嘛 因为呢 这我们的资料呢 相当的多 而且呢印象最深刻啦 当天就回去要马上整理啦 我记得季宇师兄也曾经讲过哦 他的资料也很多 他很忙 他写那么多书 他都是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构想跟点子很快的就把它给记录下来这样子啊 好的字句呢 随手抄下来 比如有一次在月刊我就看到心灵交流道哦 他写到了外籍新娘的专题报道 最后的总结语说 有爱 异乡也可以是故乡 你看 短短的一句话 严谨意该多么好啊 把它给抄下来 那最近我们呢 要推速嘛 创新的方便法 推速不要严肃 要不然有人会进步来 还有些年轻人啊等等啊 都会找很多借口 对不对 我们有一些创新的方便法 从今年大爱台云旦的台境开始就推出了新的这个公益广告 如素我闻 要输 要输才会赢 你看多么有创意啊 单单想这两个标题哦 就是呢 要呢 很烧脑的哦 你看呢 又很讨好 那虽然呢 30秒 可是呢 对于同仁的要求是等同做一个节目 48分钟节目是同样的要求啦 很严格的啦 我们在看到哦 花莲监狱的同学他们都会做吐司来义卖嘛 他们自己想出来取一个名字叫做建立吐司耶 你看多么有创意 所以我们花莲配班的志工呢 也就改名叫做建立团队哦 所以啊 真的是哦 非常的有创意啊 我们要善用大爱台的影音图片啊 来做一个题材 那这个呢 请英控帮我播一下 就是严新庸教授 名人蔬食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 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 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 我就告诉他 我们来合作好不好 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 有一道叫纽澳两烤鸡 卖得也很好 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 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 不管怎么尝试 就是做不起来 每个月都在亏钱 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 那一天我就开着车 往台中的路上 那沿途一直在想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还有没有什么可能 那大概到了三亿 往下坡的路段 开的速度就比较快 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有一只很大只的白鹿丝 从旁边飞过来 就撞个阵兆 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 流了满滩的血 突然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在我脑里面 它说 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 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 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很震惊 我就开始流了眼泪 有一个灵感 我就打电话 回去给我们的主厨 告诉他 我说阿Q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们先不要关 把它转做速食的餐厅 十分钟他就打给我 他说严总 我们决定了 我们支持你 我们愿意把它转做速食 所以从那一刻 我自己的生活习惯 隐私习惯 也开始有些改变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影音 都是可以善用的 像最近看见菩提身影 也是好多 再来第六个子题 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一位的司仪跟主持人 当然是要念对音 比如佛法生生 愿增会苦增 不要念颠倒了 千贪 他的台语是 天贪 但是国语是千贪 憎恨心 贪称吃 待卷蛇的要卷蛇 够会 化会土 为净土 消弥灾疫 米是第三声 愿天下灾难均消弥 而并不是愿天下灾难均消弥 不是就变成第二声 他是第三声 五蕴赤胜苦 船舱 红斑姓狼疮 这个最多人念错了 那第七个了 跟大家谈到生活中的对话 2015年的无名网事件 我们不要自己说消耻事件 那是外面的人在攻击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说无名网事件 这一次的法华经演绎 知音核心有被要求要参加 不要说要求嘛 邀约嘛 捐钱给大一台 是大一台缺钱吗 不是 是大一台需要钱 因为众生缺乏水 大一台需要传法 上面需要不断的说法 所以啊 并且呢 资金是呢 自己需要钱 因为要做很多事情 还有啊 有的人经常会说呢 我讲的你有没有听懂啊 有一次我就听到 严博问执行长他说呢 要讲我讲的清不清楚 就是呢 责任归在自己 我讲的清不清楚 而并不是说 我讲的你到底有没有清楚了 再给大家呢 看了这一段的影片 那我们呢 来自己看一下哦 这个影片呢 您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请音控帮忙播 谢谢 请问 音控有播吗 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专注每一天的练习 点滴的累积 让他自己成为我们自己的功夫 所以你看石匠他在敲石头 反应要很灵敏 灵长的应变 就像美云老师 他每个礼拜有三个小时 你想想看 当然是有他的功夫在的 人家说台上一分 台下就十年功 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你竟然要担任一位司宜主持人 你要专注在这一方面 好好把他做好 商人期许说 好人要多做好事 好话要多说 人间的磁场才会是祥和平安的 这是一定的 那我们在方便品第三次就有看到 1215页的地方就看到说 人生最长的这堂课 那就是佛法永远在人间 目的是什么 要让大家发菩提心 那同一位讲师 讲完了听得懂吗 有兴趣的人下堂课再来 下辈子要来这样子 所以金丝弟子要不断的接引 有缘有善根的人 那么大爱广播呢 从7月份开始就有全新的 除了有收音机传统的 有大爱网路电台之外 现在最新的是什么 Podcast 你一定要知道了 扫描啦 如果有不太清楚的 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年轻人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恩 感恩美云老师 感恩全球自己人 非常感恩 你看前辈就是前辈 已经很专业 所以用心就是专业 但是如果专业再加上用心 那就是了不得了 慈离师姐并没有在主场 但是主场的人可以见证 慈离师姐在讲的时候 我真的一直在点头如捣算 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 就是点头如捣算 真的要走到这一步 说真的 天才的人不多 有天才很少 可是天才的人还是非常努力的 但多数的人 我其实还蛮欣赏蔡依林 她曾经多年前出了一个专辑 那个专辑叫地财 就是你其实就像慈离师姐说的 唯有每一天每一天非常非常努力 而且这件事要持续一万小时以上的一个功夫的累积才有办法的 所以慈离师姐就是做了一个最好的 所以你即便她每年来讲 她永远有救法 有心知 有更多的感动 然后一直去激励我们自己 就是往前往前 所以慈离师姐还记得 就是慈离师姐真的非常的鼓励我 你看她到最后还是要去讲到我这个部分 虽然我在她那边真的学习很多 禁师生活营 慈离师姐还记得吗 早期的禁师生活营是同仁的 现在叫法脉中门营 所以每一个慈禧的阶段不一样 都是在往前进的 那我们在带慈禁师生活营的同仁生活营 后来就有人提起说 这些主管也应该来上一下 我们慈禁的禁师生活营 主管很忙 他们两天一夜 慈离师姐是主管 所以也来参加 禁元师姐是主管 所以也来参加 王志宏 你只要能够听到我们现在的总监 这一些主管级的 全部来参加 那一场的主持人是谁 慈禁师姐你还记得吗 是我 真是把我吓死了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宣师父就说 这一场你主持 我说我主持 拜托师父 我没有能力 我没办法 他说那没关系 你去找一个人来主持 天啊 这是多么大的任务 慈禁师姐在那一天 我不想你还记得 两天下来 您跟我问了一句话 也许你忘了 我永远记得 慈禁师姐跟我说 美云 你是不是要读很多书 我跟慈禁师姐的回答是 慈禁师姐 我是不是要读很多书 我不知道 但是为了你们这些主管 要来参加这两天一夜 我主持 我去买了很多有关主管的书 我想要知道 主管的脑袋在想什么 所以当时我的确是看了很多书 我以前一年是看一百本的 现在整个是反转 因为全部都跟三西在一起 所以看书看得很慢 看得很少 所以任何一个时间 任何一个因缘 我们承担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像慈禁师姐 我们还是可以听到爱傻人间 她的好听的声音 这边泰国的词管说 我是慈禁师姐 我是慈禁老师的学生 老师在自旋开课都是秒杀 能报上名是比重乐透还开心 老师在课堂上请人享受 毫不常识 我在里面学习到很多老师的宝 学到很多要学的还很多 当然声音是没办法学到的 崇拜老师 也感恩老师的教导 慈禁 你来高雄开课 也会秒杀 我开课可能要去求求人家来 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等级 锦淑师姐在泰国 她说慈禁老师的声音 忍不住套句现在坊间的流行话 让人耳朵谈恋爱了 你看 就是耳朵谈恋爱 好 词经说 各地的用词即使一样 意识不一样 但有的是用词不一样 但是却是相关的 很巧妙 都是要相互学习的 感恩黑河的关键 鼓励我 她说 美云老师 你不要气馁 你的声音跟慈禁师姐的声音 都是我们喜欢的 非常感恩您 拉书奥词经说 每一个人都有她的声音特色 每一个人的音质 各有不同的特质 包括自己的音质 所创意 就是最佳的一个发挥 洪词汉说 有爱 异乡也可以是故乡 好有智慧的一句话 蔡淑华说 严肿善心起 救众生感恩 那注音好重要 真的老是转不过来 非常感恩 慈禁师姐的一个提醒 那我们加拿大的管心灵说 一生只做一件事 一世只跟一名师 甜美赏音清净如水 抚慰无数人的心灵 师徒情缘 是累次的缘 树立慈祭的人间典放 感恩慈怀柔常 身运千里的慈云师姐 善用客气传法 弘法 让远在海外的慈祭人 能从您的广播里 得到最温暖 最安心的抚慰 培育人才不常识 与时俱进 传善法 听君一席话 获益良多 感恩慈禁师姐 深入浅出 条理分明的 无师分享 内蒙的李恩利说 亲爱的慈禁师姐 慈离的声音 疗愈的心灵感应 听你的分享 有收获 有你真好 最后 北京的皇后说 每天关注累积 不止进步 无以千里 无限感恩慈禁师姐 精彩分享 总之 day by day little by little we will be better and better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慈禁师姐 年年来给我们正能量 慈禁师姐 我们本会把中文 英文跟日语来做分段的 那全程的转播 很快也会传给大家 所以非常感恩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下个星期